最近成都双流警方接到了一通奶声奶气的报警电话 电话那头的小朋友反复说有人欺负他 请110帮忙 涉及到儿童问题 这民警真是特别警惕 不敢怠慢 正要核实情况的时候 那边家长接过电话澄清了 说这个六岁的小不点啊 没吃饭 又不愿意背单词 所以呢 一撒娇不高兴 打电话报警求助 那民警提示说了 说孩子呢会因为好奇或者是好玩啊 然后呢拨打这个110 家长应该及时的教育孩子 千万不要占用有限的警力资源 但是对这个六岁的小宝贝来说呢 饿着肚子还得背单词 人生简直太辛苦了 对他来说这可能真的是天大的事情